大家好 那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温泼文件的压载 这游戏开发里面 温泼文件用的最多的 我们通常说的 数据驱动 因为我们自己开发游戏的时候 或者开发demo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是把一些数据 就写死到就写死了 这程序里面 而我们开发产品的时候 因为我们产品上线以后 可能这个策划 它要根据 就是玩家的这个 留存率 做一些数值上的调整 这就要求我们 把数值 写到温泼文件里面 这个温泼文件 我们可以创传到 Web服务器里面 便于我们 更新以后 可以下载到本地 那目前 Unity支持的 文本文件 可是非常多 比如我们说 Xmail Vation 二进制 这些 都可以在我们Unity里面去使用 当然还有我们说的 CSV 就是把这个 Excel 留存为 CSV格式 其实也是一种 Web文件 或者说我们说的 Ii 文件 这些 Unity 它都支持 说的Web文件 这里剩下一个 我们怎么去读取 怎么去加载 你读取 单个的插码文件 插码文件 就是我们说的Excel 因为 因为策划 他们使用的 都是 Excel去 编辑 数据的调整 那Excel 做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 通过工具 把它转化成 Xmail Session 二进制 CSV 它这个用的最多 策划用的 那么程序 我们一般使用 前面的这种格式 那我们设计的时候 就有想到 我们可能 就一种 简单设计方式 我们读取的 就是因为我们要读取 不同的文件 很多文件 如果网络游戏里面 它数值文件特别多 我们通常做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每个文件 读取 读取每个文件 做一个 例 用于加载 那这些 很多个例 我们管理 现在不方便 所以说 我们有 封状一个 管理力 用于加载 所有的 配置文件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Xmail 这些文件格式 其实都比较简单 就通过一个Xmail 网上都有很多工具 可以转化成 比如我们说的 地图的 地图它设计的 有个超级的家载 因为每个关卡 它都有一个 小的地图 这个我们可以配置到 配置文件里面去 还有它的名字 就是中文名字 后面还可以 英文名字 包括设计 包括一个图片 玩家的数量 玩家这个 PK模式 我们说3V3 4V4 5V5 这种 还有一次 依赛猜数 那它这个 我们的处理方式 就是 我们可以 为这个 加载 做一个文件 就是 MapLoad 因为这里面 大家看到了 它有一些 自己的 比如 AINormal Rack 训练 龙 这个 那我们这里面 就把它 做了一个 PP 就是再多了一个PP例行 BC例行 一个AINormal 这是自动的 还是正常的 还是有这个 等级的 还是训练模式 那这里面 你看 它都有一个 ReadConfig 这个用于去加载 我们说的 地图配置表文件 这个是加载 这个是加载 加载出来以后 找到这个 MapLoad CFC 这一个 找到它的孩子 就是这些 就是它的孩子 就是 Inf这个 那下一步 找这个 MapID MapID 然后下面 就是一个 说说 Below the scene MiniMap 中文名字 这些 因为它 每一个文件 每一本文件 对应一个 我们说 加载文件 它的主要 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 某个文件 我修给了 某个项 和增加某个项 我只修改 对应的文件 就可以了 有的人 也是写到 一个文件里面 但是因为 我们配置文件 非常多 如果写到里面 对于我们的 修改 你看我们这个 地图 这个配置文件 非常非常多 有几十个 就所有 是一个数据的 我们就放到 这个 配置文件 里面去了 当然每个文件 大球 是比较小的 但是 文件非常多 如果我们 写到一个里面 小队 说修改 不方便 如果我们 把它分开 这样的话 就是 对于我们 说的例 很多个 如果我们 一个一个 做的话 比如我说 我有加点 这个文件 非常的麻烦 因为我要 调用这个 瑞德克菲格 这几天 一直 感冒发烧 所以鼻子 一直不透气 这是谁 我们说 做一个管理 把我们说的 这是配置文 这是读取 查没有 查没有文件的例 统一管理 我们用了一个 config reader 就是说 这个例 我们定义了一个 它里面 定义一个静态的 因为我们数据 读取的时候 一般采用静态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 一旦使用静态的 这数据 所谓 常驻内存 所以方便 我们去读取的时候 加载的时候 非常的方便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每一次 我用到什么 读取什么 非常的麻烦 这样的话 也信号 CPU 而我一次 还不如我一次 把它读取完整 我只去调用就可以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 一般的文件文件 加载 在大家的设计 架构的时候 自己也可以 想一下 我们一般的方式 就是把它 算是静态的 然后把文件 一次性 读取进来 便于我们就是 后面去 直接拿出的数据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读取的 我们说的类 然后我们有个 map load configure map load 这所以用到的 我们用了一个 这个shary 表示 不是 你修一下 load 啊 啊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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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Bandpload我们没有在这里面去用 我们看一下 它直接使用它读取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技能 我们这里面用的是不是配置文件 这用的是我们说的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我们可能与 服务器通信使用的 而我们这个MapLoad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去加载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用到 就放到我们的 我们通过它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载到 而我们这个可以飞个这一个 这些表示的是我们说的结构体 就用于消息传递的传输的 这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个 就是每一个 这里面都有这么多项 这么多项 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对应一个结构体 可以 可以飞个 还有个 Map 我看啊 MapLoad应该在这里面应该有一个 我们说通过我们说通过我们说通过它通过它通过这个 呃 开飞的去读取 我看一下那个MapLoad 引用 引用 他引用 就是 定用它这个 itens 他就定用它里面的各种函数 然后把它 拿到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没有去 代读用它去处理 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用读取的 Infigure reader 我们用的是Map Map map config 加在这个 这里面就是我们说的 涉及到我们说的 那个配置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就是把它 有一些我们重新定义的 从这里面直接去读取 不还我们说的任务 这个里面来 我这边有个map config吗 我来试试一下 map map对象 obg 就是场景里面对象 map ad 嗯 map map 地上 可以飞一个 我们App没有用它 直接用于加载了 我们也可以用于加载 Map.opg 我们那个是个 Map.load.cfz Map.load.cfg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件 我们没有在这里面去做 直接使用 直接可以去使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我们这一个 它是继承 它没有这个 继承于我们说的 object 是代理 而我们这些 它处理方式 有点不一样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 一个类 也不是一个单独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cfg 去管理 如果是有单独的话 我们就没必要了 因为它自己的本身就可以去读取 要么我们有单独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这里面 我们要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因为关卡 我们我们总是外关卡的 所以把关卡单独拎出来了 就设计的时候 单独把它拎出来去做的 所以说这个 其他的我们就在这里面 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例与他们 其他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个是 继承于这个singleton 然后这个 而其他的就没有 所以是一个代个的 代个的话 我们就用它这个 就用这个 cfg readcfg是统一管理的 用它是统一管理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 这里面设设计的 我们把它加载出来 读取 包括我们这个 对应的信息 就是一个结构体 我们就是把它读取了以后 把这个信息 复制到里面去 就做一个 做一个 这个设计 一个字典 一个Kage 对应一个结构体 Kage对应一个结构体 就如果我把他 剩下的单例的话 我就不说 在这里面就处理了 否则的话 我就在这里面处理 就统一管理 因为单例的话 他本身就可以自己去加载 所以说这个 就是设计的时候 大家有 有注意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 直接在这里面去做 也没有问题 他这是为了 就是方便一下 把它 呆堵 拿出来了 这个就上面那个 就是读取了值 付给我们说的 表里面去 就这里面 就类似于一个 处置化 一个处置化型子的 他在这里面 如果等 如果他一开始 没有的话 就读进来 又一个 通过他 大家看一下 他就把它读进来了 一个一个读的 包括我们说的 搜索 把这个名字付给他 付一尺这么多 一个一个往里复制 复制完了 他就 因为他这个字典嘛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字典 付给 我们说生命的这个字典 以后就可以用他去处理的 处理数据的 就是我们这里面 肯定有个处置化 那个 处置化完了以后 就可以去做了 就一开始 把数据 全部夹载进来 防止就是我们说 在加载的过程中 因为 度数数据的时候 也有消耗内存 形成一个卡顿 往后面给大家 再 呃 怎么去调用 就是说我们现在 就是着实 告诉大家 我们是加的配置文件 那配置文件的话 就是把这个 这是一个字典 字典 就个 这个sary 付给这个值 而他就是我们说的 对应的一个 结构体 大家就看到了 我们这一个 都取了化 他是放到这里面来 就把它本身 放置进来 看 就放到他 而他就是 这样是一样的 本身就复制给他了 嗯 这是一个 处置化的过程 这个就是 读取这些文件 然后复制给他 就处置化 然后我们这使用他 就处理数据 用这个 结构体数据数据 就可以了 就我们说他 我看这个 多了以后 付给他了 这是静态的 这个就可以 读到 拿的时候 用他去拿 使用他去做 好吗 就可以把数值 一个一个 拿出来 这里面 我们使用的是 静态的 后面就是 我们可以使用 他去处理数据 因为他一个 把它加载进来了 其实这一个 skills 就是我们说的 对应的 这个数据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 我们说他是用的 这个public scientific 就直接可以去使用 你看都有 就可以自己拿过来 用就可以了 用他行了 自己用他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这个 不就 这个时候 就为了 为了 为了去我们 就有我们的 这一个 去用的 他的意义 其实不是很大 这是为了 初始化 把数据 加载进来 用的 好 这就是我们 配置为例 我们是用 插庙文件 去读取的 然后第一步 就通过 整个把文件 读取进来 如果我们 配置文件 使用的 代理模式 我们就不需要 在这里面 去处理了 否则的话 就在这里面处理 是一个 维尔家里的 一个方式 好 这些课到这里 谢谢